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考虑范围内 因为有些公司加班是不给加班费 特别是那种小公司 什么活都得干 福利还少 小马就是在小公司上班 他性格内向 不是很会言谈 公司的同事都常常加班 他不太想加班 原因无外乎是加班苦 加班累 还不加工资 每天到公司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别的公司可以每天准时六点下班 小马却可能因为老板的一句话留到凌晨一点 反驳没有用 只会得到一句 因为我是你老板 所以你什么都要听我的 忙得忙死 闲得闲死 干得多拿得少 小马越想到这些越生气 但是没办法 在人家的地盘就得听人家的规则 上班时间玩手机 老板总是看到 赶活时老板却不见踪迹 问什么时候能升职时 老板总会回 会需要用到你 加薪指日可待 好好干 每天早上一大早到办公室就开始忙活 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 中间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出去吃个饭 刚离开电脑桌 立马要求汇报数据 晚上大半夜的要求 我们从家去给你送办公室要是 能怎么办呢 老板的话就得听 小马因为长时间留在公司干活 导致和女朋友分手了 现在失业又没看到希望 爱情又破灭 玻璃心受不了 就想发泄一下情绪 谁叫看老板不受